现在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安卓电视上 或者是你的安卓盒子上 如何去订阅 好 如果你想下载这个Shadowsocks R 可以进入这个Zero云加速 然后到用户中心 用户中心里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 然后选择这个Android 然后在这里 可以点击下载SSR 这就是我们要安装的这个SSR的软件 Android的软件 另外一种方法呢 我没有进行演示 不过呢 后面我会讲到 我们把下载好的Shadowsocks R 烤到U盘里 然后呢 把U盘插到机定盒上 好 现在U盘已经连接上机定盒了 然后跳出一个蓝色的面板 这个是装了当备市场之后 它就会有这个蓝色的面板 然后我们选安装包 在安装包里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文件 SSR-Android的APK 我们就点击它 然后选择安装 好 然后选择打开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进入了这个Shadowsocks R 这里面呢 有两种添加节点的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大家现在直接就能看到的 你这儿可以重新命名了 然后在这儿写服务器 下面写端口本地密码 这些我们从哪里得到呢 我们还是以这个之前我推荐的 ZERO 凌度云加速 从它这儿 我们看一下 我告诉你从哪里添加 你进入这个机场的列表之后 它一般都有节点列表 然后 比如说我要添加这第一个节点 然后点开之后 这儿有一个节点 查看配置信息 这个就是Shadowsocks R 的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端口加密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要添加的 你就把这里边的服务器地址 端口 一个一个都添加进来 就可以了 就可以连接了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只要你添加就可以了 我现在讲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把整个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这些所有的节点列表 一次性的添加到这个机顶盒里 这就方便你如果说某个节点打不开的时候 或者速度慢的时候 方便你切换 好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了 现在我们先退出到主页面 然后进入一个浏览器 任何一个浏览器都可以 我这里演示的浏览器呢 我用飞式浏览器试一下 这个浏览器可以在当倍市场里去下载 好 我们现在试一下 输入它的网址 3W OK 好 我们已经进到这里了 Zero 淫加速 我们现在点登录 输入邮箱和密码 好 我们终于全输完了 如果你有鼠标的话 把鼠标接到机顶盒上 这也是一个更简便的方法 好 我们输入完了这两个之后 按一下返回键 然后点确认登录 这个记住我能不能点 可以 那我们就点确认登录 好 说明我们辛辛苦苦输的都输对了 进入之后呢 我们把页面往下拉 然后找到有一个安卓的选项 它这个显示不是很完整啊 这可能是它的自己的问题 在这里你也可以点击下载SSR 这样呢你也可以从这个位置去下载 下载到你的机顶盒上 然后安装 然后再往下看 这有一个在手机上导入 默认浏览器中点击就可添加 那我们现在就点这个单端口多用户 点击它 好它就直接的跳到了刚才我们安装的这个shadowsockersR 然后我们点 现在这个去虫添加这是灰的 实际上就是它的选择项是在这儿 我们按右 就是取消 再按右确定 然后点确定 然后我们选好的 好大家看到了我们列表上所有的节点都已经被一次性的导入 前面输起来虽然有一点麻烦啊 但是呢 呃相对起来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快捷的一个方法了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其中的一个节点 我们选择它 可以把这个光标选择的 我们就选这个香港这点一 好 选完之后呢就跳回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加密方式啊 密码啊 都已经自动写入了 这时候我们要选这个小飞机 我们把光标往上 先往上移 移到这里 Shadowsocks R变灰 有一点点灰 然后按右 好 我们看到这个小飞机 有一个小阴影 这时候我们点它 好 它说 SSR想要设置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OK 那我们就点 确定 好 现在已经连接了 大家看到这个发送接收 已经有数据在走了 它是在后台可以正常运行的 我们现在就按主页键 然后回到主页 然后我们打开YouTube 我们看一下 好的 现在已经打开了YouTube 我们直接播放一个 OK 现在已经正常播放了 好 现在已经正常播放了 没问题 说明我们的这个节点啊 已经开始使用了 这时候如果你想更换其他节点 你就还是回到这个消费机 如果说你现在觉得这个节点不好用的话 没关系 你就把这个光标啊 移到这个小飞机这 移到这里 它会有一个小阴影 点它一下 暂时断开 然后再回到这个ShadowsocksR这 点它 在这里还可以选择你的节点 你可以 比如说我们换一个美国一 OK 然后我们还是选到飞机 选飞机 好 也要开始连接了 我们这时候再去YouTube看一下 这个美国一的速度可能要比这个香港慢一点 好 我们也进来了 好 也开始播放了 没问题了 好 总结一下 第二 今天分享的这个SSR啊 首先你一定要安装一个当备市场 然后你安装完当备市场之后呢 第一就是当你这个把U盘插进来的时候 需要当备市场去给你安装一下 它会自动扔到你的U盘 这个方法就比较方便 第二呢就是你要从当备市场下载一个浏览器 然后在浏览器里面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场的网址 然后呢 因为机场的网址里面它会设置一个自动安装的选项 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安装就把这个订阅链接装进来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 转发 给我留言 好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